欢迎您继续回到VOA 卫视新闻 说到了中国民主的典范 很多人说香港可以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最近我们看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图尼斯全国对话机制 其中一名成员他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 他愿意把图尼斯经验推广到香港 来帮助公民社会与中央政府进行对话 那么这番说法在中国的舆论圈里引发了讨论 图尼斯经验能够在香港实现吗 香港的社会与政府的对话所面临的 又是如何不同的挑战呢 今晚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社民联主席 他同时也是占中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陶军行 陶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先来欢迎他 陶先生您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现场 我们说公民社会民间与政府的对话 在香港这可能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了 很多年都在推动了 所以当您听到说这个图尼斯经验 这个得奖者他有意把这个经验 推广到香港来 跟我们说说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过去的对话不成功 就是香港人跟中央的对话 试过一次 2012 年的时候 就是有关政改方案 然后通过以后就不再理你了 所以就很希望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互动的机会 是 确实 那么这位和平奖得主他也提到 他说在香港很有可能图尼斯经验 没有办法完全落实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势力太过强大 对 双方的这个势力不均衡 那您觉得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有可能做了任何的改变吗 第一就是实力方面我们不够了 他看扁我们 还有就是你真的对话的时候 是平等的对话吗 是 确实 我们看到雨伞运动 刚刚过了第一个周年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雨伞运动 带来了非常震撼性的效果 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在讨论 相信会在历史上留下它的角色与它的作用 但是您觉得这场雨伞运动 到最后我们知道 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全民要求真普选的这个目标 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 您觉得它产生了它的效果吗 它是不是真的撼动了政府 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吗 可能我们一时间不能够大到什么东西 我们只是否决这个政改方案 因为否决就表示我们不接受这个没有真普选的一个方案 还有就是你从这个雨伞运动里面 我们很多香港人走出来 愿意为公民抗命去参与我们的民主的运动 是我们知道这个陶先生 雨伞运动很多人说这是香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公民的抗命行动 就像您刚刚说的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到底现在在香港 香港的公民社会它的情况是如何 它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因为我们知道在图尼斯 他们说的是整个公民社会的各个团体当中 非常的团结 在香港 香港的公民社会各个团体群体当中 他们的团结度如何呢 现在的情况比较差一点 为什么 老实一点讲就是雨伞运动以后 特别就是我们拿不到什么东西 可能说就是我们失败以后 就是我们困化吧 你有基金派 有所谓的本土派 跟我们过去参与运动力人 有很大的冲突 所以我想未来就是 我们要再想一想 我们怎么可以有一个联合阵线 阻击起来 因为我们面对那么强大的对手 我们不可能就单单走出来 我们就可以拿到什么 可能不是一时间的事 可能要长远 我们要有这个准备 确实哦 那我们也知道过去很多人都说 香港的民主自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先驱者 一个推动者 但是跟我们谈一谈 在九七回归之后 您有没有关注到 香港的公民社会 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转变 香港的自由 香港的民主发展 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你可以看到香港过去的公民社会 很大规模的运动 都是跟中共有关的 是 比如说03年的七一 是国家安全法 就是2012年的时候 就是反国民造域 就是你退到89年的时候 那么多人走出来抗议 都是跟中央有关 因为八九民运嘛 就是香港人看到 就是中国没有民主 香港也没有希望 还有就是希望可以香港 作为一个示范单位 让中国可以改变 是 您刚刚提到了八九民运 我们知道您在八九民运期间 也是香港的学联的负责人 负责代表 跟我们谈谈从当年的 香港的对于八九民运的声援 到今天我们就看到香港大学 举香港大学最近的 副校长临选的风波来说 很多人把它作为是 北京的黑手 深入香港校园的又一个例证 您个人担不担心 香港的校园还有学术的自主 可能会被染红呢 很明显香港大学这一次的事件 就是中共插手香港的学术的问题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建筑运动 就是由戴耀廷 他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 所以他要承罚这个陈文明 就是要控制学校的情况 就是我们香港人很担心 就是一国两制 现在已经一国比较两制大了 就是中央插手我们香港的事务 因为他不可以允许就是 因为他觉得九七以后 迎新还没违规 所以他就透过不同的方法去搞香港的事务 带学啦 学联啦 带学生学生会啦 那您觉得像这样的插手和干预 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不是会更加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 统治和治理有更大的反感呢 有缘位说就是我们很希望 香港人就不理了 就可能移民到外国去 但是我想就是很多人就是很不满 这个矛盾会累积起来 然后最后有一个总爆发吧 是 确实 最后呢我们可能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的情况 我们看到中国从七月份开始抓捕维权律师 那么在过去呢也曾经这个抓捕了 现在还关在牢里的是 新公民运动的许志勇先生 对于公民运动 对于公民社会的一些诉求 在中国几乎是没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您的看法呢 我相信香港又跟国内的朋友 特别就是维权的人士 我们又联集起来 因为你在香港我们怎么搞 其实我们的决定就在北京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雨伤院都不能够 那么快就可以成功的原因就是 我们待多久在街头 其实九天呢 但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北京 只有不单是香港 还有其他国内的朋友 他们都起来 要求给一个才可以有成功的机会 是 也就是说这个团结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对 不但是香港 在我们跟耐地的运动要有一个连结 要有一个连结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陶军行先生 谢谢您抽空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现场 感谢您 那么观众朋友呢 以上有关于这个陶军行先生的访问内容 如果您关注的是香港民主发展 还有香港所面临的困境 您都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刚刚的视频报导内容 同时也欢迎您留下意见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